大家好,我們是礦眼漂流隊,我是陳溫 我是馬鈴湛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書物是《欺騙的種子》 身處於21世紀,有一場隱形的戰爭正悄悄的進行 而這場戰爭就是關於基因改造使命 所謂的基因改造就是利用基因轉折的方式 簡單來說,基因轉折就是擷取目標基因 轉入其他的物種,使其改變原先的遺傳表徵 而基因改造原先是由於它的目的在 例如說我們可以提高濃度的產量 或許可以緩解一些貧困地區的饑荒問題 另外,或是轉植入生長激素基因的話 可以加快作物生長的速度 此外,基因改造也可以降低部分生產的成本 例如說植入抗蟲基因就可以減少農藥的使用量 此外,基因轉折技術也可以增加作物的營養成分 例如說黃金米就是含有了一般稻米所沒有的胡蘿蔔素 但是然而,很多時候結果其實是適於用為的 基因改造有它的優點在 但其實它也會帶來很多無法預期的威脅 例如說會產生未知的過敏源 產生前所未有的毒物之類的 那會造成這些狀況的原因來自於 來自於基因表現的過程 我們仍有太多的不了解 另外,很多基因工程原生所仰賴的定律 後來都被證實是錯誤的 那接下來由我來說明一下 基因工程的過程的一些方法 這個是一個編碼基因 就讀上來看,這是一個雙骨螺旋DNA 它會經由轉入作用變成單骨的RNA RNA會在經由轉移作用將小分子氨基酸聚集為蛋白質 但是在RNA聚集氨基酸為蛋白質的過程中 會有這個編碼基因 那編碼基因它是原本組在我們身體內的 那如果說假設以細菌來講的話 我們將細菌進行基因工程 那它的RNA被我們輸入 被我們插入了目標基因 那目標基因的話 它製造出來的RNA 其實對於原本編碼基因而言 它是一個全新的RNA分子 那這樣的話在這過程中 我們並不能確定說編碼基跟這個新的RNA分子 真的能種下來相處在一起 所以這過程中可能會產生一些問題 所以其實RNA跟編碼基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要我們去更深入研究 那如果說這個過程有問題的話 其實會影響到我們後續產生出來的 我們所需要的蛋白質 有可能跟我們預期的蛋白質其實是不同的 那既然如此 為什麼現在還會看到市面上 仍然流通的那麼多的基改食品呢 原因就來自於太多政商力量的介入 本書就有提到企業利用政治獻金 或是威脅利用的手段 來牽制對其不利的報導 此外也出現了科學研究商業化的問題 也就是現在很多科學研究的背後的經費來源 都是企業贊助 那企業就會對一些對其不利的研究進行牽制 另外還有政府過度寬鬆的食安防禮政策 一樣都無法為消費者的健康問題詳細的法官 那接下來舉一個實踐例子來說明 這個圖上來講這是一個抗農大行動 那它是由美國孟山都公司所製造的 那其實它之前上市七年期間 它都是並沒有收到消費者的一些質疑 或者是說媒體的報導 所以它是安全的在市面上流通 但是呢在2000年的時候呢 被揭發出來 就是它意外發現它插入了兩種額外的基因碎片 那其實這個過程也是 這個結果其實非常荒謬 就是會讓大家自己說 這基因可能很重是不是很粗糙 然後呢其實這個額外的基因碎片 也會影響我們正常的運作 然後甚至產生出我們未知的DNA 進而危及我們人體的健康 以及對環境暗處造成危險 那我們思考一下我們安全把關是能做齊的嗎 根據那個普姿泰說法 它並沒有經過哪一項研究呢 真正的找出潛在的危險性 那普姿泰呢它是 研究基因工程的一個權威 它是美國的教授 第一點 去二日編碼基因會將 插入後來基因的密碼重新排列 那其實就是前面所述的RNA 經由轉移作用 形成蛋白質這個過程 那其實我們並不能出現說 編碼基因是不是會將RNA 重新排列之後 然後產生出來的蛋白質 跟我們所預期的蛋白質是不同的 第二個確認蛋白質 總並沒有添加新的成分 就是新的分子 那這分子我們可以稱為 就是變成克分子 那再來 後來基因的位置相應 可能會導致基因默化 那位置相應就是 其實我們 插入的基因 我們並不能選 並不能在我們那個 DNA上面選擇說 它位置是什麼 所以有可能它會導致 說我們後續的一些作用 那可能造成它的蛋白質 跟我們所預期的是 就是 是我們不需要的蛋白質 那第四個 其實科學家對於這個 CAMV啟動值感到有行 那其實 CAMV啟動值其實就像一種開關 那它會啟動我們 所插入基因 就是 要怎麼 如何把這個 我們所插入的基因 讓它啟動 引起作用 那其實這個 CAMV啟動值 它是 由花椰菜千文病毒 所提取出來的一種啟動值 那其實這樣的話 它是外在的基因 那再插入我們原本基因內的話 原本的細菌內的話 其實 也是會造成 某種的影響 而且在美國1989年的時候 出現了一場流行病 那就是 那時候大力人數出現了頭痛 急液腫腫腫 還有氣喘等 或是水腫的一些狀況 那其實根據後來醫生比對 這個功能其實是由 名為 左旋散含症 暗基酸 所引發的 然後之後 美國疾病防治中心呢 將此命名為 失憶紅球 增多疾痛症 後去 然後其實就是因為 病患體內 出現大量的失憶紅球 那左旋散含症 其實 它是一項動物性蛋白 就是組成動物性蛋白 基本單位 然後呢 它必須由我們 醫師所所攝取 然後功能其實對我們失眠 曾經緊張緊 或者壓力不大 都有所幫助 那接下來說明一下 就是 美國 日本 他們 發現其實是 日本 糟核電工 所產生出來的 糊填症 事實上有嚴重的問題 對 那它是以 氣氫工程改造方式 產生細菌 然後讓它的產量增加 所以根據退估說 因為氣氫工程的話 它以高度的環境 讓氣氫製造出 左旋散含症症 所以氣氫因為自我防外水 產生出其他的酵素 來改變這左旋散含症症的 碳性質 那其實在1998年的時候 美國有農夫發現 牛群特別的反應 就是他們會 有收割出 基因改造過的玉米 或是跟天然玉米 那他們發現牛 牛在吃的時候 他們會偏種天然玉米為主 那他們對於基因改造玉米 其實他們是吃一口 或兩口之後 他們就選擇 以天然玉米為主 對 而也是發現同樣的現象 那其實根據動物來講 動物都有經常智慧 那其實身為幫助治理的 我們人類 其實我們應該也具有 相同的智慧 我們應該 用我們思辨能力 來選擇說 我們到底是不是要 吃這個基因改造的食物 那這題上是我們的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林平正也說 君老師提問 好 請問您的感想 我想請問一下 我聽到目前我覺得 好像 同學們大致上 到最後的結尾都會很好 就是說 全部都在手上 不要被操弄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看完這本書之後 你們做了各種的選擇 你呼籲經眾的 或你呼籲的 周遭的朋友 就在自己的情況上 來影響 你有沒有報出 一個選擇的選擇 因為其實在看這本書之前 我沒有了解到 基因改造的事情 會帶來那麼大的危害 那其實像 我們平常去便利商店 看到一些 零食之類的 我們看它後面的成分 都會表示可能 運用的是什麼 基因改造工的大豆 玉米之類的 然後我之前都不會 去注意那些 那些人就覺得 都沒差嘛 可是看了這本書之後 我就會 以後自己去 香檸裡面選購 就會格外的小心 就會顯開它的成分 那其實就是 像我之前參加營隊的時候 早餐曾經 發一瓶豆漿 那我看到 那時候它被病的那個 就是罐子這樣的成分 這些基因改造 那其實當時候 我那時候其實 就是也是 就是那時候 已經讀過這本書了 那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這個基因改造的豆漿 我到底要不要喝 所以我就全把它留下來 對 然後之後我 因為營隊嘛 所以我跟同隊友討論說 你們平常都會喝這個嗎 然後其實他們 有的說他們會喝 然後 有的其實就是 就已經不喝了 然後還跟我講說 其實基因改造是不好 那後來我又想想 連結我做報告的經驗 我覺得其實真的 其實這種基因改造東西 充斥在我們生活中 其實太多了 然後我們其實真的 根本有時候 沒辦法去根據它 那其實真的 必須要從我們本身做起 只要可能慢慢的 讓這項產品 消失在我們實驗上 對 問號 請問你做具體 你們都去 你會喝到那個基因改造嗎 就 有喝的還是把它喝掉 然後 我就後來把它 丟著 對嗎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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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